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离婚便捷的时代,结婚,离婚都很便捷,闪婚闪离现象不再新奇,这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的离婚率居高不下,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 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孩子成长环境令人担忧,婚姻纠纷屡见不鲜,一些未婚青年,也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心理而不愿结婚。 在美国,离婚率高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情形招致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坚守传统价值的前程宗教人士的厌恶,便捷离婚似乎破坏了婚姻的神圣基础。 他们认为,这会腐化家庭生活,腐蚀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离婚率居高不下,病态家庭的比例也不断攀升。 为了缓解这些社会问题,美国人提出了协议婚姻的新型婚姻方式,还开展了婚姻质量提升运动。 协议婚姻 1997年,路易斯安那州,创世了一种新的婚姻形式协议婚姻。 结婚双方可在普通婚姻和新型的协议婚姻之间进行选择。 一旦选择协议婚姻,则放弃无过错离婚的权利。 协议婚姻将是终身安排。 事实上,协议婚姻的夫妻,双方,也不会真正结婚一辈子。 他们可以离婚,但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必须有足够的依据。 依据可以是通奸、遗弃、身体或性虐待,或被定为重罪,或长期别居。 协议婚姻夫妻,还需同意在决定去离婚法院之前,接受婚姻咨询。 协议婚姻虽然对某些夫妻具有吸引力,但并不被广泛接受。 不管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是其他地方。 另外几个州,亚利桑那州和阿肯测州,也通过了他们各自的协议婚姻规定。 其他地方都没有执行。 即使在路易斯安那州。 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不到一半的该州居民,连存在这种婚姻形式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们认识的人中,有人选择了协议婚姻。 法庭工作人员更是对此只字不提。 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甚至从未向申请结婚证的人们,告知存在这一选择。 很少夫妻对此种新型婚姻感兴趣。 他们都低估了未来离婚的风险。 尽管他们对高离婚率心知肚明。 阿肯测州的情况也差不多。 到2000年5月20日,为止发放的11,037份结婚证重。 只有四份是协议婚姻。 后来又有五对夫妇,将其婚姻形式,更改为协议婚姻。 2002年至2004年。 该州共有11,736起传统婚姻。 其中只有562起协议婚姻。 有206起更改为协议婚姻。 协议婚姻运动,并未将矛头指向法律, 而是希望通过劝说已婚夫妇。 大范围推广协议婚姻。 菲尔和辛迪是该运动的执行者。 根据二人的网站。 2001年。 上帝对菲尔说了话。 号召两人为此项运动效力。 上帝还让他们新手相连。 改变当前的离婚状况。 在一些城市。 一些神职人员自愿统一为人们提供婚前咨询。 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未来能维持成功的婚姻关系。 对于参与的很多神职人员来说。 另一个目的是降低离婚率。 提倡婚内忠诚。 婚外洁身自好。 协议婚姻本可以大受欢迎。 但毕竟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理念。 而且知道的人不多。 如果大范围推广。 余婚率会下降吗? 可能不会。 协议婚姻的夫妻双方真的认为, 二人即使不再相爱。 或婚姻已变得胃童脚辣。 还是会不离不弃吗? 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 这完全不可能。 选择协议婚姻的夫妻, 可能是那些不管贫富,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的夫妻。 路易斯安纳州, 1999年至200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选择协议婚姻的夫妻, 都比其他夫妻, 具有更虔诚的宗教信仰, 和更坚定的传统价值观。 他们反对未婚同居, 赌系传统, 老派的性别角色。 因此, 协议婚姻其实只对一些小众的特别人群具有吸引力。 婚姻质量提升运动 婚姻质量提升运动出自人们对现代离婚文化日渐不满的情绪。 该运动来自民众, 旨在强化婚姻质量。 美国价值研究院, 联合一些保守的家庭政策团体结成联盟, 主导了该运动。 该运动释出的报告, 婚姻运动原则宣言指出, 离婚革命和非婚生子运动, 以失败而告终。 该运动的目标是先洗婚姻的大潮, 减少离婚和非婚生子, 使更多的孩子在幸福美满的父母组建的家庭中健康成长, 以及让更多成年人实现其婚姻梦想。 政府也参与了提升健康婚姻的行动。 长岛铁路和首都地铁车厢的一张公益海报内容, 是一对年轻非洲裔夫妻躺在床上。 男人睡住了, 紧抱住他的妻子, 好像还发出了憨声。 女人醒住, 怒目远征。 海报下写住这样一行字。 他可能不会总是风度翩翩, 但他永远都是你的王子。 还有一行小字。 订婚戒。 结婚戒。 憨声。 美满婚姻仅有暗示不够的。 但无论怎样, 他都会伴你左右。 小字下方表明了该公益广告的战。 提振婚姻这辆, 已成为联邦预算关注的事项。 1996年, 克林顿任总统期间, 该问题在整个福利制度的全面检视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国会宣布, 婚姻是良性社会的基础, 还是提升孩子兴趣的关键机构。 自此以后的每一项联邦预算, 都将强化婚姻纳入其中。 而且每个州都采取了各自旨在提振婚姻。 强化家庭或减少离婚的政策行动。 2005年的个人责任和发展法案, 再次强调了联邦对提振婚姻这辆因应付的责任。 同时包括了关注家庭暴力的条款, 反映了女性不应被胁迫或诱骗。 容忍不幸福婚姻的观念, 童年的降低赤字法案, 拨款1.5亿美元, 专门用于提振婚姻质量。 该笔款项专用于婚姻教育, 公益广告, 负责任的父亲专案, 婚姻指导计划等, 与婚姻和家庭幸福有关的研究, 考虑到可能招致的反对意见。 政府提振婚姻质量的网站明确说明, 健康婚姻计划, 不是要强迫每人都结婚, 或对不幸福的婚姻关系逆来顺受, 也不是限制离婚, 而且该计划也不是要成为孩子家庭幸福的万能要方, 更不是联邦关系机构, 提振婚姻质量, 似乎看起来, 像是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但其实并非如此, 家庭出现问题, 婚龄男女拒绝结婚的真正原因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原因之一, 一定与人们的婚姻关有关, 即与婚姻极大压力, 会使其相当脆弱, 急易劳艳纷飞, 总的来说, 无论是协议婚姻, 还是提升婚姻质量运动, 都不是解决高离婚率问题的根本方法, 离婚虽然不是解决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最佳手段, 但它反映了社会对人们, 在当今时代, 对不幸福婚姻, 不用逆来顺受的认可, 某种程度上, 离婚意味助人们婚姻关的日益包容开放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因此, 要想降低离婚率, 或许最终还是要依靠大众婚姻关的转变, 围城之内, 二十世纪, 美国的家庭与法律, 作者, 美乔安娜·L格罗斯曼, 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 国内图书市场舍部系统, 梳理美国家庭法变迁历程的作品, 版权资讯, 黄红,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围城之内,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